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话题 可是呢 我们的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每每跟朋友 还是我身边的一些顾客 聊天的时候 每个人的感叹词都是 哎呀 现在太难了 赚钱太不容易了 那么在这儿啊 我就举个例子啊 我今天需要招聘一些员工 来来回回好多人 咨询的人 问询的人特别多 可是真正能够来实习和面试 太少了 那么最近发生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也是最有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件事 经常到我的店里面来购物的 就是说您这是要招聘是吧 简单的一个沟通 明天我要来试一试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人没有来 过了几天以后 这两个人跟爱人又到我店里来 正好赶上我在 我说怎么没来呀 哎呀 工资太低 这个还不够我俩啊 每天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 对 在家待着吧 上这个班不解决什么实质的一个问题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这样 自己开工厂的 还有自己做实业的 还有开公司的 每每我们聊起来 也是这样 就现在招人太难了 用工的单位企业比比皆是 可是每个企业最终的我们做到一起啊 这些老板也好 包括一些总监啊 老总啊 经理啊 聊起来都是同样一个话 现在招人太难了 然后我也跟他们打趣 我说就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企业 我这几个店招人 也十分的困难 尤其是我这个企业是一个小微企业 不是说我跟我爱人 我俩在家 吵两句嘴 然后今天在家里不高兴了 然后到我的门店以后 我们两个人都必须换个面孔 都得换一副 就是很开心的样子 进入到店里面去面对员工 因为怕员工看到说 哎呀 老板老板娘来了 然后呢 看着他们两个人 脸都拉那么长 然后是不是不高兴了 或者怎么样 哎呀 这这这是不是针对我呀 我我还不干了呢 所以说我们夫妻二人 到我自己的店里面去以后 都要展现给我们员工一个很积极啊 海阳光啊 这些特别美好的那个满面春风啊 都是面 面就是面带桃花 都得这样 因为怕员工生气 说哪有什么老板啊 那么就像刚刚那位 那个到我门店来面试的 也是一样 他们认为就是我工资太低了 所以说我不想做 我不去 那么这就说是我们很多人还反正说 我上个班 起码说挣几千 能够解决我生活一部分的这种需求吗 但是呢 他来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回过头来以后 他给自己的一个什么 跟家庭的成员一商量吧 他认为就是跟自己 没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那么这就存在于说 一面是感叹着现在赚钱难 那么一面呢 是说暴露出来说 这点钱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 我想说就是 你能赚到多少钱 也就是说一句 就是有一些朋友说 可能不开心的 很不高兴的 你值多少钱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什么 现在我们整体这个社会上的 用工方和 这个 那个找工作的 形成了两个啥呢 两个极端 这面我急需用人 那面呢 是急需我想上班 我想工作 但是呢 他还认为 你的工资待遇 跟他的这个需求 不相匹配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 为什么就说是这面用工 用工方就招聘难 这面找工作的呢 就说是 哎呀 我找工作也难 可是呢 一旦形成了用工用需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 他反倒说 我呢 暂时 我不需要你这份工作 因为你这份工作满足不了我自己的生活需求 也就说把那工资太低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说那可能你们北方的工资待遇就是低 这个我这个我不敢苟同 其实我们要根据相对的一个城市的整体的工资待遇 要形成一个形成一个就是公平的 这么相对来说合理的 那么我们的工资待遇不是很低 而且说你要看 就是这个工种 他应该工资标准是多少钱 而不是说大家所想象的说 你们工资太低了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高精专人的人才 那肯定工资高啊 那肯定他有一个相匹配的一个工资体系嘛 那么这就说是 你看来的时候他认为工资还可以 我都能接受 但是回过头来以后 他认为这个工资就不匹配了 然后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用工方和找工作的 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矛盾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现在确实很高 可能有个人在家待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饿不死 可是呢 那一面有很大的一个用工的计划 就招不到人 这面有大量的大批的人就在家待着 而且说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工资标准 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下限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矛盾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所以说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找工作太难了 哎呦我现在就是这个 这个我这一点他 我找哪个工作哪个工作 要么工资低 要么时间不行 要么那个岗位不行 那都不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岗位 那么这里面的矛盾 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需求 我们个人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标准 而不是用工方 现在我们大体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很多人 都已经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 他没有把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应该处在哪一个岗位上 他给自己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所以说现在说是我的生活品质 包括我找工作难 他把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追求 与他自己自身能力画到了一个等号上 那么这肯定就必然的造成了一个用工和找工作坊的这么一个矛盾 那么最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 怎么造成的 还是由我们自我造成的 对自己清晰 对自我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位 没有自己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你说赚钱难吗 不难 你说是我自己能干点什么 他干不了 可能我要说出来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会感觉不可置信 现在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发到这种程度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 很少 让他去做个表格 做个word 做个essile 就不用说做一个什么数据图 什么饼子图 什么柱形图 没有人 太多人不会做这个东西 可是呢 每个人给每个人自己的定位 确实很高的 而且说把自己的工资标准 与他自己所需求的那个工作岗位 他自己就有一个审视上的一个差距 每个人现在都在俯视着很多东西 但是他没有衡量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生活水平 虽然有很很大的一个提升 可是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对于自己认知的不够清晰 我们下期再见